不过想要吃饭 就来看到最近的菜价真的是暴跌 尤其在高丽菜的产地呢 因为呢现在价格直直落 所以在宜兰山区部分的农民 干脆就放弃了采收 让这些高丽菜全部烂掉 这农民大旦实在是赔得好惨 宜兰高山上整片高丽菜田 哭的哭 烂的烂 蔡农决定放弃采收 要任由高丽菜烂光光 都爆掉了 不要爆了 这个都没有办法收钱了 所以去市场也要被打枪 宜兰山区不少菜农 最近放弃苦心栽种的高丽菜 原因就是因为产地价 一破每公斤五块钱 农民大探血本无归 忍痛 干脆弃收 现在的产地价大概多少钱 超一公斤三块 大同乡南山村就是高丽菜产区 农民整车载到街上 高丽菜一颗十元 却还是乏人问津 望着高丽菜田 农民心在地写 那也要采收了 为什么 因为价钱太差了 如果说自己没有那些汽车 都要不可以出的 都放在粉底下 眼睁睁让他烂掉 高丽菜产量过剩 农民损失惨重 期待政府协助解决困境 别让这个冬天好难过 中天新闻 宜兰综合报导 这包掉了你看 对啊 对啊